地处新疆准戈尔盆地西北原的克拉玛伊是一座因游而生的城市 它地处温带干旱荒漠区,常年干旱少雨 9月下旬,记者来到这里,从市区出发朝东南方向驱车20公里来到市郊 与想象中满目黄沙不同,一路上映入眼帘的是由不同树木组成的成片林海 在公路旁,有一片地区黄沙裸露,植被稀少 几位邻区工作人员表示,这就是为绿化钱的原始地貌 在我们新疆,尤其在克拉玛伊这个地方,荒漠地区 过去是没有水,没有草,连鸟都不飞的地方 当时在城里住着,就感到风大 一刮风就是石头,沙城满天飞,满地走 比如说之前,十二级风都是有的 我们小时候上学都是一刮风 有一次把我都刮到那个油池子里面去的 干旱和缺水一直是制约克拉玛伊发展的主要因素 2000年,克拉玛伊河竣工通水 紧接着克拉玛伊市启动大氯化工程 荒漠化治理等生态项目 李刚回忆,自2001年起,受到政府号召 很多克拉玛伊人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义无种树的行动中来 因为种植的时候,风沙特别大 当初说,另外一个离市区比较远 我们这些工人,当初说都是用半地窝子在这住着,吃住 当初浇水的过程中,因为平地有荒地嘛 这么多年了,经常那个水一浇下去 就两三天,或者是半天,你都见不到水 它又老鼠洞,人有时候走的时候都掉下去 这是我们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困难 植树造林远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简单 在克拉玛伊长达几十年的绿化过程中 除了要克服艰苦的条件 当地人也遇到过各式各样的问题 人工林的病虫害就是其中之一 在2005年,我们就发生了一个病虫害 就是虫害 短短的可能半个月时间把所有的树叶都吃光了 当初林子基本上就成型了 但是防治难度非常大 当时我们的政府组织了我们的 就是用那个飞机进行了防治 解决了这些困难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自2009年开始 相关单位组建了造林减排作业区 并交由专业公司负责林地管理 一方面发展节水灌溉 改变大水漫灌浪费水资源的情况 另一方面增加人工种植林树种 增强其抵御病虫害的能力 根据改造的基础上就是说 保留原来的那个羊树品种的基础上 我们增加它的树种多样性 种植了适合我们克拉玛伊或者新疆地区的 白鱼 撒枣 白辣 现在我们这个林区里头有树种 各类树种 适合我们新疆或者是克拉玛伊生活的树种 有100多个树种 现在是主栽的有60多个树种 自从建了这片林子 明显的克拉玛伊氏和氏的气候 得到了改善 不能说全部改善 小气候得到改善 这几年这么多年来了以后 雨水是每年有所增加的 据了解 截至2019年 克拉玛伊全市绿地面积 由2010年的3.33万亩 提高到11.84万亩 城市氯化覆盖率 由1999年的21.6% 提高到现在的43.36% 人均公园绿地达到11.53平方米 成为国家园林城市